反复洗米把米洗干净 洗菜到洗碗 加上做家室 一个月下来 一般家庭用户用水量也不少 现在听到明明一月起 台北市水费又要涨价 让家庭主妇感到很无奈 花钱买垃圾袋 因为我们有一个清洁处理费 在水费里面 那结果现在不但 这个钱就不算了 然后还要再加我们的水费 我觉得以台北市民来说不公平 抗议原本垃圾袋 就有加收污水处理费 水还要涨价 民众很不解 经济部研议水费采分级距 20度以下不涨 21到60度每度涨到7块钱 61到200度涨到9块钱 超过1000度用户涨3倍 超过三成51.6万户 明年起平均水费增加22元 最高72元等于一个便当钱 用水大户涨幅最大 平均涨几百块钱 有的甚至最高一个月 会多了6000多块钱 物价跟水电上涨的关系 那我们其实生活能省就是省 感叹什么都涨 薪水没涨 景气也不见好转 6月景气灯号又少2分 从原本黄蓝灯变成蓝灯 景气灯号连15个月走落 经济力道成长偏弱 不禁让民众感叹 荷包越来越薄 生活越来越难 记者林东民秋史林台北采访报道